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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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第一年他們都沒有經驗嘛 那就是埋頭苦練 那方式可能就沒有像現在這麼的細緻 那經過一年的鍛鍊 今年他知道說 他在春訓的時候他需要做什麼事情 那另外一點是 我們也增加了很多中生代的選手嘛 也可以讓他們去追酒跟學習 來到新的環境 第一個重點就是先融入大家嘛 因為大家都非常年輕 那就去儘快去認識每一個 每一位球員 現在這麼多年看到紅總有不一樣 還是很熟悉 我覺得差異上不大 只是說他現在可能變得比較活潑 相處起來就可以像朋友這樣子 以前會怕嗎 以前就是可能比較兇一點 比較嚴肅一點 對對對 你也變得活潑啊 年紀到了吧 就這樣嗎 沒有啦 應該不是說現在才有壓力吧 是說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這幾年當中 壓力都一直是存在嘛 那就是自己該怎麼去消耗他 這是自己最大的課題 我會跟學長聊天啊 所以我們不是在聊學長上的戲 對啊 柏榮還有勇威學長啊 我會學他的那個 打很大的打擊動作 有時候會跟他開玩笑一下 這次球衣 好看 然後我覺得那個白色更好看 都很好看啊 那你們覺得那一件比較好看 而且這裡隊友都就是很容易熟 因為很多可能年紀跟我相仿 然後或是一些 都是可能弟弟 我現在有點算中間啦 還是算中間 對 然後所以相處起來都滿愉快的 對 中華職棒第六隊台岡熊英即將登上一軍舞台 除了主體的年輕小英 更透過交易 擴編損秀等方式 沿來許多具有職棒經驗的好手 讓隊形更完整 不管什麼球種啊球路就是盡量往右半邊攻擊 你可以把球看得比較更清楚這樣 所以擊球會變得更確實 就是有刻意在這個地方做加強這樣 手臂方面收穫是比打擊還要多的 因為總教練會給很多提點 不一樣的那個想法跟配球的那個觀點這樣子 所以我去年也換另外一種訓練方式 那可能發現那一整季這樣打下來 可能比較不適合自己 所以我在今年球季結束的時候 我的訓練方式又回到可能像 之前那樣 對不對 然後再來也讓我更知道自己說 原來我可能比較適合在修技的時候做這些東西 對 去年我腰一開始孫勳就受傷了 所以今年比較就是跟訓練師討論就是 比較著重就是在身體控制訓練 給自己的其實就是還是要健康 畢竟去年也遇到第一次是受傷 因為去年因為受傷這樣遇到的 近來都像沒遇過這樣 然後會比較再謹慎一點去對自己的身體 再去了解自己的身體這樣子 然後比賽的話就打下去就知道了 年輕選手部分 左投手陳柏青去年奪下二軍防禦綠王 以及奪三陣王 參與亞冠賽更標出生涯最快球速 野手部分U18國手黃潔熙 多埋伏在第九棒也逐漸適應直棒步調 要和好室友壯元郎曾子佑 一起鞏固台岡的內野防線 到賽季途中吃體能還是可能會有下滑的現象 然後就是配合教練還是體能這邊重量 然後去調整 因為其實像橫田教練他說 你這個身材可以丟到150的那種 但是為什麼就是沒有就是丟到那個數值 然後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他說就是要訓練訓練然後還是加強自己哪裡 可能不足的地方這樣子 重量還是說體能 投球的機制去強化它 然後才有在日本丟就是最快的球速 是生涯最速 就是你要調適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疲勞 要去回去宿舍的時候要多做放鬆 跟飲食的控管其實也很重要 晚上就是不能吃太甜的 太油的也不行 你還這麼年輕這樣 沒有 我是學長告訴我 是很有啦很有 我是沒有在喝含糖飲料的 你這樣跟只有的搭配嗎 我們剛開始很像在玩喔 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年輕比較皮 到後來就是狀況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用做什麼提醒 我們就眼神對到一下 其實就大概知道了 那你們兩個誰個性是比較活潑的 應該是我吧 他比較 他其實應該算比較安靜一點 他是有點 現在開始有比較就是在配合大家 不然他其實滿安靜的 他被大家開發 他被傳染 他被你傳染嗎 小技 小技性好嗎 對 率領羽翼見鋒的小鷹 總教練鴻翼中 期許他們做好每個環節 不去預設第一個 一軍賽季的成績 把你該做好的東西把它做好 那至於成績怎麼樣 這個不是你能夠左右的 每個人都做好自己分內的事 就是整體球隊就會有競爭力 他有講那個啊 練就對了 對啊 就是 其實有時候 只要知道自己練什麼 你有練到 然後你 因為你自己已經是職業球員了 那你就要知道自己現在需要什麼 自己要練什麼 他叫我們大膽去跟打者對決 不要去閃躲 因為你一閃躲就是落後的也是你 然後你到後面你落後了他 但是你到後來還是要丟好球給他打 這樣反而會讓自己受傷害 打球要用頭腦 要用頭卡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場上的話 就是一個瞬間嘛 就是那個反應是怎麼做 身體就是讓他自己去做反射這樣 比完賽結束之後 再回想那個比賽的過程 然後再去思考說 如果當下做什麼方式會更好這樣子 經過中職二軍總冠軍 亞洲東系聯盟冠軍洗禮 開綱雄英來勢洶洶 2024年中華職棒新球季精彩可齊 二